小妖缓缓摊开手掌 龙眼大小的珠子在月光下泛着柔和的海蓝色光芒 眼中一暗 这是香柳留给她唯一的东西 而现在想来 居然有些庆幸当日没来得及还给她 小妖心中默念 用灵力将深藏珠子里的海图慢慢展开 就像流莹飞向天空 星星点点燃亮了漆黑的夜 一束束一点点慢慢聚拢 倒是真的拼凑成一幅海图的模样 小妖没有注意到自己微扬的嘴角 只是忍不住地抱怨 神神秘秘 我才不要你的海图 小妖 紧拿着一件火红的大肠 从身后的屋子里走了出来 更深路重 不要动着自己 小妖急忙收起海图藏进衣袖 想了想又觉得自己有些好笑 只能善善道 冷是不冷 倒是被你吓了一跳 紧不语 只是慢慢地走到小妖身边为她披上大肠 才好似不在意地说道 你总是睡不好 小妖一愣 身之井所指 轻叹一口气 对不起 我睡不好 酒离固然很好 爹娘的竹楼也很好 可是我总想着能去海上看一看 看一看她说过的人间幻境 紧拉起小妖的手放在怀里 我也想 想要带你走遍你心向往之处 无论天之崖 海之脚 紧的语气真诚温柔 没有丝毫对小妖提起香柳而介怀 小妖反握住她的手 真的吗 那我们什么时候走 紧无奈地笑道 本来总是担心你的身体 对自己下这么重的手 但看着你对大海有什么深的向往 那些担心也烟消云散了 只要你想去 随时都可以 小妖点点头 那些独王母早就帮我解了 我现在好得很 这就去收拾东西 小妖回身进屋 突然又调皮地回头对紧调笑道 只不过明日苗仆醒来可是要抱怨了 紧含笑点头 她最多就敢向左耳抱怨 第二天 苗仆在最后翻查行李 又清点了小妖大婚时白帝 她们送的礼物一定要带上 目光停在了一多娇艳欲滴的若木花上 苗仆亚弈 当时怎么不记得有这件礼物 夫人 这朵若木花也要带上吗 小妖皱眉 这朵若木花是枪炫送的 是若水族的信物 虽然珍贵 但自己却一点都不想要 自己曾经答应过 枪炫一生不会拿下 可是戴在头上却总觉有千斤重 压得自己喘不过气 于是离开轩原城的第一日小妖 便就取了下来 不必了 好生收着吧 苗仆点点头 把若木花收进了木柜子里 又环湿了下小屋 夫人 已经都准备好了 小妖缓不出门 门外警 已经牵着马车等着她 阳光将她的轮廓勾勒 散发着温暖的微光 小妖一时看呆 又恍若隔世 千难万苦 仿佛还在昨日 而如今岁月如此静好 生活如此无忧 仅正在等待她 相伴相随 这难道不就是她想要的一切 怎么了 紧看着眼波暗动的小妖 不知她又想起了何事如此动容 担心地走过去摸摸她的额头 是昨夜动了吗 小妖扑哧一笑 拉下紧的手放在胸前 不是 只是觉得上天总算带我不薄 我想要的一切 我现在都拥有了 紧这才放下心来 捏了捏小妖的鼻子 别再胡思乱想了 又望了一眼竹楼 补充道 这次走了 不知你还想不想得到要回来 给你爹娘拜别吧 小妖联盟点头 拉着紧一起向着竹楼跪下 正在搬送行李的佐尔 和苗仆见状也连忙跪了下来 小妖只是一笑 爹 娘 我要和紧离开九里去海的那头看看 也许回来 也许不回来 也许那边有你们想去 却没能去的地方 可能我比较幸运 有紧天涯海角相随 紧轻轻掐了一下小妖 小妖吐了吐舌头 画牢的毛病看来是改不了了 连忙改口精简道 我们会走遍天南地北 会找到一处最美的小岛生活下去 所以就此拜别爹娘 顿了顿 又加了一句 我很幸福 言毕 小妖和紧朝着竹楼磕了三个头 紧扶起小妖 见她唯有不舍 安慰道 只要你想 我们随时都能回来 小妖看了一瞬 笑道 哪有你这样的人 难道真的不怕 把我贯成恶妇 紧无奈地笑着摇头 牵着小妖走上马车 紧扶将最后一箱行李装车 坐到车前 顺势把苗仆拉上了车 小姐 我们出发 小妖凑上前去悄悄地关照紧扶 就往东边去吧 紧扶点点头 去东海 小妖一愣 紧扶这直来直去的毛病 怎么也没改改 只能回头不好意思地解释道 东边 这会正暖着呢 转而又想 井怎么会不明白 小妖轻叹一口气 还有一点 我总想着要去看看 也许找得到 也许找不到 也算了 却一桩心事 井当然明白小妖想找的是 香柳最后与轩辕相搏而死的小岛 欣慰的是她能和盘托出 毫不相瞒 我明白 我也想去看看 亲自拜谢她 小妖不觉自己眼中泪光 只是不肯松口 谢什么 她救我还不是为了骗你的粮草 保自己的命 现在神农异军覆灭在即 自己的命也丢了 怕是见不了 我和你天高海阔四处遨游 还没等井坐反应 车前的佐尔不知故意还是无心 硬生生地来了一句 那不去东海 小妖脸色疼得变白 心中又把佐尔咒骂了遍 井寒笑柔声道 去 当然要去 不过我们可以慢慢走 把以前没机会看的风景都补上 小妖这才安身坐下 把头靠在井的肩上 想说点什么 却又不知能说点什么 井伸手搂住小妖 什么都不必说 我都明白 小妖不想 静静地回忆着一些过往 那些过往里有井 有枪炫 有阿念 原来她最怀念的 竟是那些年在清水镇的日子 而在清水镇的回忆 怎么可能会少了她 小妖揉了揉眼睛 这才发现自己早已面颊为师 心中无限不悦 浑蛋九头妖怪 明明你那么不屑 明明你那么决绝 为什么自己还要为你一次次难受流泪 井知道香柳死后小妖一直很难受 虽然嘴上已经不再提起 但是夜深无人时她偶尔起身 总会对着月亮呆望出神 小妖和香柳的交情到底有多深 井不敢很确信 但是她发自内心的感激向柳一而再再而三地救下小妖 所以香柳死了 小妖难受 她也遗憾 可既然小妖不想让自己知道她的难过 那就装作不知道吧 不要再让她为这些琐事分神 紧伸手去抚平小妖皱着的眉头 想吃东西吗 临走前我掳了些压脖子 小妖闻言 忽然想起了那次香柳突然出现在回春堂 自己把刚吃完压脖子的油渍擦在她身上 忍不住笑了起来 井以为她乐得想吃 连忙去拿准备好的压脖子 小妖压下她的手 发现原是一场梦 黯然道 不 我不饿 只是想起了些往事 不知赶了多久的路 井倒是不急 让左耳放慢了速度 有时还会在大城镇里宿上吉宿 带着小妖吃东逛西 好事悠闲 也不知行了多久 她们已经来到了与营州接邻的三天子都 其实时间对她们来说不过是天明天暗 花开花落的参照 并无太大的意义 而这一路走来小妖玩遍奇山异水 忧郁是一日日化开 眼中的笑意是越来越多 井也宽慰很多 过了这座山就是东海了 小妖你可有主意 小妖想了想 从怀里拿出了海图珠 向井解释道 这是香柳送给我的海图 没想到我会真的用到它 井诗然地接过打开海图 仔细地看月 这幅海图写得很详细 很多小妖连我都没有听说过 更别说如何去了 井一顿 她把哪里有海流 哪里有漩涡都写得一清二楚 只要按着海图走 我们可以很轻易地避开危险 小妖心中一热 少见的没有说话 突然间马车剧烈一晃 要知道他们的马车并非普通的马 而是天马索拉 能让天马也跑不稳的阵列 可谓罕见 左耳一手紧了井江绳 一手拉住身边的苗圃 回头看向车内 小姐可好 小妖点点头 从井怀里挣脱起身 从窗探出头来 只见刚刚还是晴空高照 突然间狂风夹带暴雨大作 天空有如被力剑划破 电闪雷鸣 黑暗压城 井把小妖拉回车内 心中不安 这天像可是巨变 不知究竟发生何事 小妖 看来我们还是暂缓赶路 留待这一项过去再说吧 于是小妖一行没有再赶路 按警所说 便在三天子都山下的小镇歇了下来